今天我們會講另一場選舉 就是台灣大選 要講台灣大選 當然要由結果開始講起 很多人將當一個焦點放在韓國瑜 都很合理 我經常都講這些叫什麼呢 這些叫做如果是戰國時代的平民泰國 平民泰國的意思就是封城收監 他就是由一個很低下階層的人 突然間由underdog變成一個最高位的人 韓國瑜就是由一個連北農總經理都不讓他做 國安州的人可以奇蹟地做了這個高雄司 他不是做奇蹟高雄司的問題 他是一人救一黨 他是救了整個民進的國民黨 而且不單止自己做了市長 還是拉動了熱潮 令到國民黨大勝 還有整個選舉 是之前的投票是很低迷的 為什麼投票率是極高 我不知道是不是破紀錄這麼高 但是整個投票 整件事炒熱了 整個議題炒熱了 是一個人救了整個選舉 又說變天 這個我首先想和我們之前在香港說一個對比 你看看韓國瑜那種宣傳 你就知道和泛民那種宣傳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人家很正面 我覺得我知道你亂說 但是我看著你我起碼開心 你說的就是我這個高雄又老又狂又醜 但是你找我就立即可以搞定 還有一個很有指標性 他是笑自己江頭 然後我們泛民就笑別人江頭 他不明白這件事 你嘲笑別人 你可以嘲笑自己的人 你嘲笑別人就失分 那個效果就是 相差很遠 我這樣說 因為我和泛民選舉 我有跟進 我想看看韓國瑜為什麼會贏 其實我開始看的時候 是外瑜未棄的時候 不知為何突然很喜歡看關鍵時 OK 你一看韓國瑜 你很想看我講話 我一看見李卓人 我不開胃的 那是問題 你看陳其邁 目口目面 就是你出來整個 整個阿扁 就是阿扁 我出來很厲害的 出到來 那個氣勢出到來 韓國瑜 你仔細看 其實他 我覺得他講話的魅力 甚至沒有柯文哲那麼好 但是你是舒服的個人 就是他不是說幾句話 馬上到來 柯文哲都是好的 但是李卓人 你出來走出來 你見到他是不開胃的 有了這種狀況 很負面 不開心 挑戰一下你的說法 因為我聽了 魯蕭的說話 他說 如果韓國瑜金警 那麼有魅力的話 為什麼今天才有魅力 他以前沒有 其實他以前是更幼的 但是他以前過了火 他去打人 會什麼事情 他以前是要慢慢修正 他以前以為走最激的路線 就可以最拿到注目 但是他不明白走得很激 就是會失分 他老了的時候修煉了 我想他老了的時候修煉了 當然總之下去是因為土壤問題 你想想 至於希特拉第一次都不行 希特拉出來出場第一次的啤酒 啤酒 啤酒 都不行 你一個人是會有進步 還有他整個時勢 當然整個時勢 但是韓國瑜你出來 你一看 蘋果日報 有什麼理由 會被人家那些本島賣 去攻陷了你的評論區 你的評論版 我一看評論區 大哥 你轉茶 你還要什麼東西 灌水 你都要 韓國瑜的空軍很厲害 你空軍回來 你整個 你一手一手 你的高登 連登 香港討論區 平台日報平環 那些中產階級 就算不看你那個 很多人都不看新聞 你不看新聞的 你不看新聞的 因為他知道那些才是最真 你看留言 當然是看留言 有這樣的說法 我聽過 人們不喜歡韓國瑜 那些全部都是大陸支持的 大陸滲透的 大陸滲透的 所以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民意 他們是被操弄的 第一你看看 第一 應該這樣說 有兩個方法去解釋這件事 第一 大陸滲透 連年都滲透 有哪一屆不滲透 每一屆泛民都被滲透 那個是常數來的 為什麼今次人家特別厲害 第二 今次可能特別厲害 都是他操控的 人家就操控得好 你操控得差 所以這個就是韓國瑜和李卓人的問題 相同地 為什麼你要被人操控了網軍 網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你不用多些五毛 你就貌人五毛 你有不齊五毛 其實五毛是最重要的 自由派從來都是網軍的 話事人 所有網絡的輿論 都是被自由派 或者開放的黨派佔領 你怎麼會被人攻陷 你沒有什麼 還要這個五毛 你經常恥笑五毛 其實五毛才是最大的貢獻者 沒有錯 你要網軍給我 我請幾百個五毛出來 每天跟我什麼 是不是 最重要 我告訴你 網軍有兩樣的效果 第一個當然 好像很大聲勢 第二個就是 萬一有些人提出反論 我找了十個很低質素的留言 去生死他 那些人 好像我一般人看 很煩 不看 我回你兩樣 然後你繼續兩樣 韓國瑜 我不覺得這個是大陸操控的原因 有很多事情他很正面 正面的事情 五毛是做不到的 因為五毛做的事情很灌頭式 你就會發覺沒有感情的一些事情 是騙人的 錯 為什麼呢 現在五毛當然是灌頭式 一元就不是的 你現在給我們請福足夠錢 我肯定是捨得好的 你給多些錢 客人來看 是會有進步的 但是你看看陳凱欣 他肯定賺了很多錢做網軍 是跟韓國瑜的水準是有落差的 不是他說賺的 他什麼都不認 當然是這樣的 問題是 其實這是一個專業水平的 網軍應該越高 人工越來越貴 你領導網軍的 領導網軍的也很好 你根本看不起 他這叫空軍陸軍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叫五毛 叫五十萬 除了這些給錢 我要轉換角度 這就是你上次說 我是激進民主派的 深黃之有 深黃之有的看法 就是記不記得大家幾年前 有一個slogan 叫做票債票償 當年是什麼呢 記不記得 當年就是因為民主黨 在中途走入中途 失談判 出賣了選民 而且他們反對五居公投 於是當時的 我忘記了 你已經是人力了 社民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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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兩人 已經影響了人力了 分裂了 他們的論述就是 因為要懲罰他們 因為他們覺得 是要懲罰泛民 做得不對 但今次香港的補選好 又或者台灣的選舉好 就不是有一個新的政黨 出來說 組織要票債票償 但是選民自發性票債票償 這是選票的懲罰 是的 就是選票的懲罰 這個故事就是 這個故事就是 你究竟選票懲罰重要 還是含類投票重要 你現在是不是將選票懲罰 這個我們民主的概念之中 其中一個是包括 我們為什麼要有民主 是因為我們開選票懲罰 現在就說 我們沒有選票懲罰 因為我們要含類投票 所以就不開選票懲罰 究竟這兩件事是哪個重要一點 如果我們要含類投票 不開選票懲罰 我們可能兩個爛契 然後就永遠沒有辦法選票懲罰 因為我們永遠都要含類投票 我們沒有選票懲罰 其實台灣經歷過幾次政黨輪替 他們已經很熟悉用選票懲罰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概念是 其實今次很多人都說 比如說老蕭也有說 台灣經濟跟以前不是相差很遠 你不要說好 但起碼也不是比馬英九的時期差 你這樣說 你兩年可以搞幾彎 他們錯了一件事 就是因為高雄是特別差 高雄是特別差 所以高雄是特別差 所謂高雄先爆 其他事 但他不是在這兩年 突然間這兩年 蔡英文上台之後 搞亂了 我這樣說 高雄 他們現在終於是 忍不住 好像達岡寶那個角度 對 還有在台中來說 是因為他的燒煤 對 為什麼要燒煤 就是因為關了核四 關核四的時候 你的理論就是 其實你們是收了很多電 他們說台電是收了很多電 所以你不用 誰知道原來是沒有收了 誰知道是大庭電的 現在大師就說 這是一個經濟的選舉 我沒有說經濟選舉 如果不是桃園 或者我們說高雄 高雄和台中 還不是一些經濟議題 因為不只是經濟 因為民進黨的壞事 譬如說東廠 大哥你真的很離譜 我們就是東廠 這些說法 它整個是對你全面執政的 全面不滿 你只是經濟議題 它是開人的 但問題就是很全面 我這樣說 所謂懲罰民進黨 其實你如果用香港選舉的對比 就是你做的事情 就是跟你口說的所謂含類 是剛剛相同的 你一方面 好像黃丹 他就說 你如果投國民黨 你以為懲罰民族 都是懲罰自己 但是你在台北市 你又整個姚文治 出來去和柯文治攬炒 你便在做一些你口中的懲罰 不是 那句姚文治事件 姚文治是因為 他們也是整個民進黨 一開始的時候 他沒有評估到自己的實力 等於 泛民是沒有評估到自己 究竟可不可以贏 他希望傳取兩隻 叫傳輸兩隻 因為姚文治 其實當他如果將國民黨 繼續下暗規的時候 他拿到姚文治 就可以全籤 他沒有評估到柯文治 其實他不上柯文治 只要他沒有 他起初的想法 我再說一聲 他覺得把姚文治出來 就無法失去 最多就是輸了他 贏了他 就立了柯文治的位置 他沒有想過這件事 會影響到全國的 他不是影響柯文治的位置 他未必想上柯文治的位置 而是想 他未必想上柯文治 但是你不能夠作為一個政黨 你不能夠放棄台北市 這是最大的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這是總統大選有關的 你即是等於放棄了民進黨的權利 但是現在你就放棄了整個台灣選舉 我想說少少香港 不太熟台灣的事 做一個比較 讓觀眾可以容易理解 香港的情況 你說懲罰就是什麼 一個譬如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之前說幾次都說瓜健一直 說到你的投票 那一票是很重要的 之後呢 有些KOL 網上的KOL 就是這個 找了很多證據出來 告訴你 我們常常投票你不去投 是的 你說到你的票這麼關鍵 你就經常不去投票 那些人就覺得你就是困我 是的 那這才關鍵呢 到最近 到最近 等於這個陳其邁說 我們應該要身為高雄人感到自豪 現在就是不自豪 你騙了我20年 還有最近 我剛剛今天就看到有些人做圖 又是我的心黃之偶 是 分享了一張圖出來 就說 喂 你們說到自己又怎樣 當時林鄭選到的時候 公民黨的人怎樣說 公民黨是什麼 他怎樣跟他盜死石相處 是的 現在會分買dead body 是的 總之港佬很誇張 黃世堅也有這樣 什麼都跟他對抗 然後你黨慶又很開心 對 你又請他過來 然後至謝動議師兄報告 你又投票 你又有一些人 有缺席 有些人支持 你跟我說什麼策略性投票 這樣就不對現 你當選民白痴 那些人就要懲罰 你就是懲罰這些事情 就算我現在是偏黃的 都要告訴你們 就不是想來說你們 就是想告訴你們 知道你做這些事情 令到很多 有條件的人犯感 當年本土派得的時候 你說他蠢 不是蠢 至少他夠膽宣誓做手腳 夠膽什麼 至少你們公民黨民主黨 全都乖乖宣誓 問題就是 其實你們是 真是建制的一個成員 人家覺得 整個策略 是覺得不舒服 其實是 講回台灣 還有兩件事可以說 第一就是 空軍和陸軍的結合 其實你看回不同的城市 是有不同的情況 譬如在新北市 蘇貞昌的網軍很厲害 但你最後還是要輸給侯友誼 而台南市 其實都不跟網軍都自己搞定 這樣說 蘇貞昌 是打高了 由二十幾打到四十幾 蘇貞昌是打到超水準的 所以蘇貞昌在今次民進黨的重組之中 蘇貞昌是打贏的 而台南是打輸的 台南是因為他已經大幅失票的 以賴清德來說 所以其實網軍的重要性 現在我說 泛民為何整個泛民 你是要打得年輕 你是年輕的 建制派 雖然沒有招讀本都 那樣年輕 為何你放棄了網軍 為何整個蘋果日報 是可以給那些本都派的人 去日日攻擊 你出人 這個也有得解釋 因為 譬如你說 現在國民黨大勝 有人拿回投票人數的比率 其實除了不計二十歲以下 就是投得公投票 二十至三十 三十至四十 四十至五十 五十至六十 每隔十歲 其實大概那個投票人數都是差不多 都是二百幾三百萬 只有去到六十歲以上 突然間去到五百幾萬 所以也會有些人覺得 我取悠了老爺 我就可以爭取了大部分的票員 這樣就贏了 你那些年輕的票 我不要 好像長毛說 你這些黑毛 這些票不要 我只是拿著 我那些基本的老爺盤 我已經夠贏了 有兩樣的問題 就是 如果純在香港來講 那你拿老爺 就算你長城派些蛇齋頂中 你派得贏 這個有一個問題 人家的建制派 是由始至終 連每個月都派的 你就是選那個黑鮮派 你派不贏他 第二就是 現在老人都上網 這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韓國有很多人 經常都說網軍 其實很多都是上了年紀 五六十歲的人 現在開始升手機 是 他們是新一代的網軍 取代了年輕的網軍 為什麼 肉綠營未征服 其實有很多人都說 以前我們講的 那些是PTT 我們講的那些 台港的高登討論區 鼓吹這個 所謂的輿論 現在是變成YouTube 韓國瑜 就是靠YouTube 打贏了你們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經常活到幾十年前 他們批評 移民會 那些人還在二十年前 那個施暢 無論你的那些選擇 到你的這個 到你的櫃拳 整件事 那個宣傳手法 你都已經太過舊 所以你是一個老病 你就輸了 最後 説兩個 第一是 其實韓國瑜 現在都反映了一件事 以前的人都說 網絡的力量 是不會反映到 在地區裝腳 他先用網絡,令你覺得有得贏,做了個勢,然後再用地區領域配任 第二就是台灣現在習慣了政黨輪體 現在的經濟跟以前沒有分別,我只是想換個人來做 下一屆我就選他,他不會再被人恐嚇 如果你選了國民黨,就大陸淪陷,所有人都會來統一 其實還有一個說法,他說現在大陸對台灣有這麼大的壓迫,就是因為你陸營當政 變成了藍營,他反而不敢亂來,否則他又會推陸陸營上來,也有這樣的說法 我這件事對香港來說也是重要的 剛才他說,不是因為台灣的選舉有經濟因素,但不是因為現在的人只想吃飯,於是倒進藍營 香港亦一樣,就不是因為現在好像贏了陳凱恩 陳凱恩,不可以這樣說,因為現在的人只想著民生,就不看政治 於是會想下去,這個我想是泛民好,或者建制派人好 都要知道現在的人成熟了一點,會是因為你做得不好,會懲罰你 變成中間會兩邊擺憂,或者是你很長壞的時候,做得很差的時候 我寧願不投票的人是多了,我願意做這件事 我懲罰你之後,下次再懲罰別人 所以不停懲罰,懲罰,懲罰,懲罰 但都好過,不如你一路去做 我作主,不是你教我怎樣做事,這個就是重點 好,今次就到這裡,下次再講其他話題